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一趟廣州這個電車之旅啊 我時間不夠 我要去蘇州的GT修 我知道 但是你一定要體驗一下 對 我就是等這一個等很久了 好 直接上 來 因為第一吊頭 對 好 我們設定低速給它轉個180度 好 開始 鬆開方向盤 鬆開煞車 掛第一檔 開始了 超奇怪的感覺 好像地上有轉盤的感覺 對對對 而且它的中心點維持得非常精準 對 因為它有一個坐標 超奇怪 所以它這個時候像那個履帶車的概念一樣 兩邊的電機是反轉的 不過我之前看影片 它那個震動在車上其實是還好 哇 好準啊 180度 老天爺 哈哈哈 還有 還有 還有很多 還有什麼 你看喔 這個車我覺得它很酷 它是一台正宗的越野車 大梁式底盤 是 你看它有很多種越野模式 射水 然後你看它四個輪子 是四個馬達驅動 是 所以呢 它直接給你配備前後的 差速器鎖定功能 好 然後你看 現在的懸架高度是中等 它這套雲捏系統 是它們自己開發的 全主動的夜壓 可調高低跟軟硬 而且會主動判斷地形來決定 它所用的模式 然後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 目前中國最先進的 全主動的夜壓弦調 它可以主動調節高低跟軟硬 好 我們現在把它降低高度 目前車高是2012 離地是28.2公分 對 這是它最高的狀態 哦 卸壓了 203 這是它標準高度 低段 1.93.3公分 是 然後再來 可以再低嗎 可以再低 191.4公分 哦 它這個段差高 差不多有10公分 所以最高的狀態 它的這個輪拱離它的輪胎 大概有這麼高 是 所以最大射水深度接近1米 而且這個車可以浮在水上 哈哈 要試一下嗎 沒有水 哈哈 好吧 這個 我們要去GT秀了 自奔機場 好 走 好 寶寶哥送去機場了 我們先來好好體驗一下 仰望U8 你看電梯門 電動踏板 非常高的這個車身 熊壯威武的車頭 它的尺寸呢 5.3米 其實比標準軸的G Model 還在略大一號 然後其實這台車 大概是目前中國市場 最有話題性的一台車 它的售價高達109.8萬人民幣 什麼概念 就是要賣500萬台幣的意思 這個車 這台車三個月以來 已經交車超過5000輛 它已經是中國這個百萬級別 SUV市場裡面 銷售的第一跟第二名 所以呢 其實從這一次的接受度啊 我覺得大家會再熱議一個話題 就是中國的汽車真的是崛起了 而且他們自信的是說 崛起的不光只是因為 他們一年3000萬輛的這個龐大的市場 而是在中國車的技術 尤其在電器方面 尤其在他們智能駕駛跟車機 互聯的這方面 那以在仰望U8來說呢 我們先來看看它的動力系統 它的核心精華呢 在於它這個所謂的E4方 四個輪子獨立的馬達驅動 加起來有1200匹馬力 這裡受得了嘛 但是它引擎蓋裡面呢 還有一個2.0T的引擎 但是這個引擎呢 它是作為增程器使用 不直接參與驅動車輛 然後加上它搭載的這個 50度電左右的電池呢 可以提供它油加電 達到1000公里的續航里程 那這個增程器呢 它本身因為它只會在 最有效率的高效範圍運轉 所以它可以提供最大 達到160千瓦的充電功率 當你需要全力充斥或者上山下海 需要它完整的動力的時候呢 即便它的電池已經電量不多了 但是它這個增程器 即時補充的電量 完全是足夠你做激烈的抄架跟使用的 那它的底盤呢 是傳統的這個大良型SUV的底盤 所以這台車相當的重 3.5噸 因為它的尺寸畢竟也不小 而它的底盤呢 就來自於他們非常引以為豪的BRD 雲捏的全主動底盤系統 那雲捏呢它基本上又分成三個級別 最入門的雲捏C 它這個C就是CTC 連續可變阻尼的意思 是搭載在他們比較中端車型 配備這個主動懸吊的車型上 然後在中間的有雲捏A 所謂的A就是Air空氣的意思 它搭載的是空氣彈簧 好處是它可以四輪獨立調節車高 有點像最近寶石捷發表的 那個Active Ride的概念 而這台比亞迪仰望U8呢 搭載的是雲捏P 最高等級的快速液壓 它可以做很大幅度的車高調整 還可以做很快速的阻尼軟硬的切換 這都是他們自己自主研發的系統 那這台車呢 總計1200匹最大馬力 驅動3.5噸的車身 0百加速3.6秒 哇這什麼概念 因為它最大瞬間扭力達到1280牛頓米 這個等一下我們來示範一下 既然它是這個SUV之王史上最豪華的BRD 那我們當然也要看看它的內裝有什麼過人之處 哇這是我喜歡的古銅色的皮革 第一眼印象真的是 比我在照片上看到的要好很多 手摸得到的地方 你看這個頂棚是反毛皮的 它連這個拉柄上面都有很精緻的縫線 非常厚實的握柄 這個是很明顯呼應它的這個越野風格 你在這個崎嶇路面上還是要有一個手扶的地方 其實不要讓我驚訝的是 過去其實中國車在做內裝設計 我經常會覺得他們有點過度了 比方做一個非常大面積的這個大連屏 大彩電 我個人是不太喜歡 但是呢 U8呢 它用一個曲面屏的中控台 然後把這個儀表台跟副走座的這個螢幕 對稱的分成兩邊 然後它中間其實是鏤空的 它把排檔移到這個方向機撥桿的這個位置 然後傳統排檔座的位置呢 現在都流行 放這個手機的無線充電板 杯架 然後呢 這裡面有冰箱 冰箱彩電大沙發 這個是中國高級車必備的配備 然後包括它這個四輛這個核桃木紋 質感都非常的好 再來看看它的音響系統好了 它其實運用了中國這個 這種古代建築窗林的這種格紋 但實際上它是一套Dyna Audio的音響 而且是非常高階的Evidence的系統 整台車 你可以看到它有天空聲道 它有25支喇叭 非常非常的方便 雖然它把主要的功能 都用這個實體按鍵 給明確的編排出來了 但實際上它還有一個很強的車機助手 你好仰望 請說 把四個車門的車窗打開 天窗打開 空調溫度調到26度 說到 正在打開全部車窗 正在努力操作中 沒問題 除假溫度調到26度了 打開廣播 打航到白雲國際機場 你看它一次可以處理好多指令 它都不會錯亂 第一個 然後呢 我的前面有一個非常大型的 這個AR10鏡的抬頭顯示器 它會隨時指引你 你要該切入哪一條車套 它會有一個對應的動畫 這個資訊真的是一目了然 然後再看看它這個 滿大的儀表液晶屏 右邊顯示它車輛的狀態 那我們當然可以做切換 它可以切換這個娛樂系統 包括它這個車子的狀況 另外一邊切換這邊的系統 我可以知道它的續航 它的用電的狀態 然後它的胎壓狀態 它這個中間呢 它其實就是透過它的激光雷達 隨時把你眼前的路況 做一個3D的建模 左邊 儀表左邊有一排快捷鍵 我可以切換我的驅動方式 開關我的這個HUD抬頭顯示器 它除了這個 很多項的這個駕駛做調節之外 它還有非常舒服的按摩功能 通風加熱那個就不用說了 可以說你想得到的配備 大概比亞迪仰望U8都給你了 但重點是它的配備 我覺得不是傳統那種堆砌式的 它是整合的非常好 而且你透過這個車機的語音互聯 你可以輕鬆操作所有的方方面面的功能 好我們再來看看它後座的空間表現 它的軸距超過3米長 所以呢 這個乘坐空間 麥巴赫等級的 然後更酷的是 你好仰望 左後請說 對你看它的語音助手 我是分成前後左右獨立是個區域 幫我播放電影 反應非常之快 每個座位都有它非常尊榮的一些功能 然後下面還有一個小平板 獨立的出風口 喇叭的這個蓋板設計 跟前面也呼應它是一個圓桶型的 後座呢 我有獨立的非常多項的電動調節座椅 大家看 然後當然按摩功能也不在話下 坐這個車呢 這個空間完全是過去豪車裡面最頂尖的等級 才會有這樣的舒適性 好二話不說 我們上路先試一下它的加速性能 走 上路之前我們先來體驗一下這個 仰望U8的隔音 大家聽聽看現在是環境的噪音 外面是車水馬龍 現在關上門 輕輕的蓋上 安靜無聲 大概只聽得到這個空調出風口的風聲 這個車的隔音確實是沒話說 好 我們現在開始正式來試駕仰望U8 第一件事呢 你好仰望 我在 開啟運動模式 說到 正在切換運動模式 我們現在來試一下它這個 0百加速1200匹馬力的感覺 左腳煞車右腳電門 好 3 2 1 哇 哇 哇 80 100 哈哈 哈哈 這個 我們的攝影師快要飛到行李箱去了 好啦 這個短暫體驗一下 也沒有人每天在彈這個 0百加速的 你看其實我們的坐姿 比一般的SUV要略高 那 仰望U8 因為它的底盤呢 還是這種 縱向大樑式的 非乘載式的底盤 第一個這個會特別重 但是它有特別好的 抗扭曲的能力 但是相對的 因為坐姿跟底盤的懸吊之間 跟輪胎之間 有一個粗粗的大樑做隔合 所以這個車很難去期望它有很清晰的路感 而且呢 像剛剛一路開過來啊 它在一般的平地上 它這個細碎的震動 其實整個車子的隔音跟震動 做的還是蠻好的 所以一般平路我們開起來是非常舒適的 但是你如果以稍微有點速度 壓過一個這個路面減速帶 或者坑洞的話 哇那個衝擊就很直接 當然你可以感覺到 這個車身剛性是非常棒的 必須說喔 這個車我剛上手的時候 開起來還是有點毛毛的 真的太大台了 停車的時候 老是覺得 哎呀不太放心 不過這個車它也有自動搜尋停車位 然後自動停車的功能 所以當它發現停車位的時候呢 你只要按下去 然後人下車 它車就會自動幫你停到 設定好的位置 你看我們現在這個路面 其實不是很平喔 可是其實傳到車內的震動 是非常的輕微 然後我們來摸一下換道 我現在時速大概60左右 它這個雲捏底盤呢 你轉彎的時候 它車身側傾 其實它的這個支撐 速度算是還蠻快的 可是你畢竟它的阻尼 不是說非常的硬調 所以它左右搖晃的時候呢 它的搖晃還是多了一點點 雖然它有先進的這個四驅 跟底盤的懸吊科技 但這個車明顯不是 讓你拿去P1的 跑山路的 那一般道路行駛 我覺得輕鬆愉快 我稍微給一點點電門 哇這個加速來得柔順又充沛 當你適應了這台車的 所有一切之後啊 你會發現 即便它的這個資訊 非常多樣非常的豐富 但是都會出現在 你舉目可以看到的地方 那稍微放低視線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3D建模 所呈現的你目前周邊的路況 當你左右盲點有來車的時候 HUD的兩側會有 紅色的箭頭指示 當你的導航系要換到的時候呢 這個中控螢幕裡面 它有這個箭頭指示 這個AR實境的HUD裡面呢 它也會有一個曲線告訴你 你要切換到哪一個車道 然後再告訴你一個更酷的 它這個車機 它默認的導航系統 應該是百度地圖 那當我做導航 在導引的時候呢 我停紅燈 它甚至可以告訴我 這個紅燈還剩下幾秒 哇塞 這個現在大陸的這種 車跟城市的互聯 越來越進步了 而且它每次啊 計算你前方擁堵路段 也才會告訴你 這個擁堵路段有多長 幾分鐘可以通過 都非常非常的精準 所以不得不說 就整個中國大陸的環境啊 實在太捲了 所以捲的每一家車廠 都必須拿出他們真正的看家本領 那比亞迪特別不同的是 比亞迪對於供應商的依賴是極其微弱的 因為他們所有的東西都自己做 電池是他們自己的刀片電池 那電機 因為他們也做軌道交通 這個高轉性能電機 或者越野車用的這種高扭力電機 包括它要應付涉水的這些場景 他們都非常的自信的 所以這個車開了兩天 今天是我第三天開這個車 我現在開它我覺得非常的輕鬆 操作的介面也非常的人性 這是過去大陸車比較少給我的感覺 好吧這個我們三天的大陸試駕行程 差不多也接近尾聲了 那其實每次過一台大陸電動車 我心裡就多了一些感觸跟體會 那今天用這台仰望U8來做結尾 我覺得也呼籲我們開頭所講的 就是中國車的自信 那我相信中國的電動車 確實是給這些全球知名大廠很大的壓力 但是我覺得有壓力才有進步 對於消費者來講都是好事 我們都樂見其成 不管你的觀點是怎麼樣 我們還是要開放我們的心態 去認識這個世界的進步 好今天的試車就到這邊 我們下回再見